我跟你講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它可以產生熱度 還滿可愛的 真的可以做 我希望帶就有溫度 真的喔 真的嗎 然後不然呢 如果你再懶 可以用這個 這個 好適合我 這個吹好了 再進去 有耶 有啊 什麼的 有耶 還都黏在頭皮上 很像頭皮屑 可是它不是頭皮屑 它在頭髮上面 你可以準備一個棉花球 再一點點去噴的 有辦法 靈造型品來講的話 這個我個人很喜歡 它是造型霜 可是呢 現在有很多所謂的造型髮蠟 它都有步伐的功能 對 慕斯是要往上推 往上推 它才會有空度 好 然後髮蠟的話 是要往下轉 對 才會順 我們洗頭也沒有好好洗 也沒有洗乾淨啦 然後就每天洗 幹嘛要洗那麼乾淨 那我們就補鎬會怎樣 開始掉髮 對 頭髮就會分岔 然後就會 黃黃的 就會老化 就會斷裂 就會掉髮 可能 就會脫頭嗎 對 會 會 就會沒有頭髮 那你是希望有頭髮 還是沒有頭髮 人火最大 有80%的觀眾朋友們 甚至不知道 一顆頭 只要你洗得正常 催疹正常 你就有可能不會脫頭 掉滑 也不會毛罩 然後呢 也不用去沙龍了 所以洗頭這基本功很重要哦 今天主要請教小麥老師 告訴我們如何洗頭 今天三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要考驗你們三位哦 難得了今天小麥老師 來了一個大晃獸 所以呢 你們只要答對嗎 哇 真的有自己 真的有 真的有 太棒了 太棒了 其實你應該很想要 我很想要 那個環液就差了 潤成文 潤成文 差任性 那你一定要答對 都可以啊 所以頭皮也會長潤成文啊 我不是 頭皮不是 潤成文 哦 因為他在寫英格里奇啊 哦 對 可是他前面照片有一個大度 哦 是是是是 好的 所以咯 但是答錯的也有懲罰 哦 什麼懲罰 你看 不要剪頭髮 我們製作人 誰啊 製作人 我們也有獎品光 對啊 都有獎品哦 但是 他就偷偷跟我講 但是答錯了也要懲罰 蛤 要懲罰啊 最後才懲罰 最後一名的也要懲罰 可見你們都沒有在做功課 你們身為明星們 本來就應該 顧好自己的頭毛 嗯 是應該 應該 但是我們比那個姿勢 我們可能還是要學習 不見得我們也 就今天都很正常 基本功就是起頭 吹乾 入門 入門的 入門的東西 如果連這個都不會的話 那我就會 對 就這樣很簡單 好 根據一項統計呢 這個調查呢 是非常公信力的一個公司 嗯哼 那他兩年內說 聽就是這調查說 每一位女性平均啦 兩年內起頭 六百四十六次 哇 然後呢 去吹枕就 五百三十次 我已經沒有在記 五百三十次 哈哈 哈哈 哈哈